發揮拼搏精神,帶來獨度分析 A1 出擊 回到A1 出擊,我是馮學恩 由原本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 之後就變成由一個人用他一票去選特首 不過今屆似乎進化到指定一個人去交表格參選特首 那還需要選嗎?又不是,還可以選擇 就是選或不選 宣布參選香港特首的李家超 今早向選舉主任提交過半數786份選委的提名表格 正式報名參加行政長官選舉 李家超是否得到廣泛支持 或是得到少數人的認手 那就不要看李家超是誰 不如看看他後面的是誰 所以很快,李家超就得到786份選委的提名表格 支持他有前紀律部隊的人馬 不奇怪 畢竟李家超以前都是做警察 也有地產界人士支持 話說中國官員據報針對香港的地產商 去年英國廣播公司9月時報道過 路透社引述消息說中國官員向香港發展商表明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北京不會再容忍壟斷行為 要求香港地產商幫助解決房屋問題 BBC當時還說香港的傳媒跟進指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個內部會議上說明 地產商左右香港的情況 這個做法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BBC還引述分析說 北京一連串的舉動 似乎是有意逐漸削弱香港地產商的影響力 北京對香港發展商的訊號 就和當局在中國大陸 用各種原因整頓多個行業 提出共同富裕的政策有關 難怪早幾天 香港地產界一眾猛人 首先表態支持李家超的一班人 支持李家超的還有商界、政界、專業人士、大學校長 醫學衛生服務界的高層 曾經有傳很想做特首的梁振英 都表態支持李家超 亦有很想做特首的葉劉淑儀說 家超為人很肯聽意見所以支持他 家超的好處就是他很肯聽意見 我想他會廣納百川 他的為人很誠懇 我相信他一定會當選 會為香港做很多事 為市民復望 不知道李家超當選了特首之後 還是葉劉淑儀會叫他家超這麼親切 還有宗教界的人士 現在做了立法會議員的管號名說 未有政綱都知道李家超是合適的人選 因為看他怎樣處理佳仔的單案件 就一清二楚 過往我和他都在一些特別佳仔的事件上 我都和他認識 我相信從過往的一些合作經驗 還有我想從他一些為人上 我覺得我對他都有信心 得到這麼多人的祝福 莫非李家超這份人真是人見人愛? 還是中央都作出明確的指示 為李家超開路 無謂的人就不如死了一條心把 這樣呢? 以往特首選舉都有幾個人出來 給一個小圈子 叫做有得選一下 就算做場戲也好 也叫做有場戲看看 例如遇到一些你騙人的對白 也叫做有得笑一下 不過今次似乎連場戲都懶得做 這又是什麼玩法? 想要表達什麼信息? 莫非既然都一人話事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和前記協主席 眾森民主筆楊健興談過 聽聽他的分析 我們如果看歷史過去 就是中央當然 無論是由第一屆的董建華 跟著曾蔭權 梁振英、林鄭月娥 都是中央屬意的人選 香港一個兩制的格局之下 特首一定是中央屬意的 這個無論選舉怎樣改都好 這個最終必然是這樣 但是過去其實都 中央都會知道 香港其實都是一個多元社會 有不同的聲音 也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社會上 當然最終其實都有個 大一點的共識 相對的 都會是 社會上是 中央又接受得到 一些建制派又接受得到 社會上的反對聲音 也都未必太大 第一屆的董建華也是這樣 當時他上任的時候 民望都是過五成的 就算是梁振英 我們之後見到民望很低 但是當時他跟唐英年爭 當然唐英年又出了很多醜聞 梁振英那個民望都是高過唐英年 所以北京都 中央都會是見到 香港人接受的都是一個 他要考慮的因素 但是經過了這兩年香港發生的事 我想加上他再看回歸以來 25年了的香港的情況 就會覺得中央要看實香港 看得更加緊 更加緊的話 就變成了那個特首 就從中央的角度 就要是更加忠誠 要更加忠誠 還有是所謂有擔當去執行 一個執行 一國兩制 以至於管治 就是要管得好 交到功課 這樣的話 香港內部 就算建制裏面 其實都有不同的取向 人算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北京就會覺得 既然他最終都是他決定的 過去容許一些這樣的競爭 實際上有些競爭 都從他角度來說 都是不健康的 首先提到唐英年和梁振英 既然這樣的話 索性就為什麼不 不如清清楚了 中央主動地很清楚地 跟建制派的說 這個就是唯一的候選人 這樣的話 將一些有意參選的 其實都知道應該怎麼做 所以很快就歸隊 要表現團結 這個是表面看來 現在看到很快 我們看到整個建制陣營 都相當團結 也知道就是說 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要做到事情 這樣的話 做不到事情的話 整個建制 整個愛國者陣營 也都是受到 會 不單是面子問題 而是會覺得 中央希望做到的事情 你們現在都清了過台 你們都做不到的話 那你就很難 難辭其咎 所以都會見到 建制派都有一種 緊迫感的 希望都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當然 最終是不是 好像李家超說 以結果為目標 就是真的做到事情的 真是交到一些成績出來 做到一些成果的 這個是說很容易 實際上香港那個 很多問題過去累積起來 其實都是 真是好像他們這樣說 很深層次的一些問題 是很多政治社會制度上 官僚架構等等的一些問題 要真是很快做到成績 其實是不簡單的 這次李家超暫時就拿到 786個提名 建制好像很團結 但其實建制派裡面都很分化 有不同的山頭 即它是不是這次 中央真的可以清除這些雜音 表達到一個意思的時候 大家就不要這麼多個山頭 兩真英 地產界 商界 AO 都有不同的山頭 沒錯 有一些其實是不容易去 不容易去調解一些分歧的 一些很簡單的 比如說房屋的問題 樓價的問題 其實就涉及到一些 地產商 大地產商 很多的一些利益 而基層的 建制派裡面也都有一些政黨 即都很強調一下 即基層的一些壓力 房屋的一些 樓價等等的一些問題 怎樣做到一個共贏 即所有人都是贏家局面 一些社會政策 一些經濟政策 房屋政策等等 其實都已經不容易去融合的 包括其實最近這幾天 你現在超見一些損毀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方案 其實都已經衝擊著一些勞工權益 包括最近其實政府 林鄭政府這個界 已經在做的 就是取消對沖那些強積金的事情 少少複雜性 但是一些僱主一直都是反對的 因為都是從他們的利益 勞工界就覺得是不公平的制度 叫做對沖的強制 有少許複雜性 但是這個議題 其實就是很突出了勞工界 勞工階層 即打工仔 和老闆僱主 特別是一些中小企 他們那個壓力很大 商界裡面中小企的利益 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 其實都已經有分別 都不要計算房屋土地問題 其實過去香港幾年 討論了很多 林鄭也拜了很多時間 土地大辯論 但是一些議題 譬如發展填海 或者接下來要搞北部都會區 都涉及一些程序 一些環保保護環境等等 這些矛盾其實都會出來了 不代表沒有了民主派的聲音 在議會裡面 是不是沒有了一些對這些議題 反對的聲音 也未必 當然現在下去 我相信中央給很大的壓力 很高的期望 新一屆的政府 李家超是要解開這些結 他解開那些結 究竟是用硬的方式去解 就是說就照去的 還是會用油性的 有一些技巧性的去化解呢 看回他的背景 也有些人擔心就是說 那些東西可能就是會 用一種強硬的方式去 這樣的話 會不會最終可能都做到的 但是那個社會代價會很大呢 社會上那個潛在的一些人 會覺得他們的聲音被壓迫 政府沒有考慮到 這樣的話 這些情緒會怎樣 會不會有些爆發呢 其實都很難預計得到 香港現在的局面是很難 很多事情很難預計 因為是處於 雖然是表面上 我們看到很多的公民社會 或者所謂反對聲音 已經聲音不多 但是那個是一個表面 社會上潛在著很多的不滿 那會不會中央政府 根本對於香港那個 你剛才提到的房屋問題 勞工問題 都不是它最關注的 香港是不是國際金融中心 都不是它最關注的 它最關注的就是維穩 所以要找武官治港 這個是中央或者建制派 那個想法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香港那個競爭力 李家超其實三個重要方向 其實第二點都提到競爭力 金融中心等等的問題 其他當然就有提到 就是要做出成績 那個很主要都是針對 一些社會民生 一些長期解決不到的問題 包括特別主要是房屋那些問題 但是他們那個研判就是這些問題 一直都處理不好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社會有很多的動盪 不穩不穩定 甚至是衝擊著國家安全 這樣的話就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李家超在第三個方向那裡 提到一個穩定的環境 其實是寬的 他是針對香港內部 還有對國家安全會帶來的風險 那樣的看法就是要處理好 所謂國家安全的問題 才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才可以更有利去提升這個競爭力 以至於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所以他譬如這一兩天 有人問到他23條立法那裡 他都說得很清楚 是會是其中一個優先的項目 雖然很多香港人會覺得 你現在都已經有國安法 又有本身現行的法例裡面 包括刑事項目條例 都已經有不少的條例 可以針對到一些官方認為安全的問題 其實未必很迫切23條 但是我想他們的思維就會是這樣 就是前提都是要維穩 才有個基礎去提升競爭力 金融中心等等 今天多謝你 OK 好 謝謝 OK 好 謝謝